接下来播出女人好犀利 超级奶爸朱迪燕照顾小孩状况多 因为我老公是那种非常非常 没有办法揭示他成为一个爸爸 这个事实 因为我们当偶像当酒多的事实 对 以前我们出门哼的都是50 cent 就敲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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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鱷鱼打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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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月 是太久了 为什么要断奶呢 去检查牙齿去开始 後来我就跟韋妮 一看他接着画面 知道我们今天要讨论是 未婚媽媽的问题 小孩子很变成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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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找爸爸 这就是一个小孩 好吗 你更真正 你更真正 你更真正的好不好 我没有 你知道如果比如说 有那朋友有小孩给我 你不要抓到他的脖子 好不好我不舒服 要不要怎么抓 对 好白 我真的不会抱小孩 你都没有尝试过 你没有做准备或者是 没有 不敢 有啊 上次有一次 我朋友满月酒 然后我就加小孩来 这样扶一下 那我瞬间觉得 欸 感觉还满可爱的这样 然后大概一秒钟 就还给妈抱抱 抱一下就还他了 害怕 抱小孩其实是压力挺大的 然后我们都觉得 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 好像照顾小朋友 是妈妈该做的事 但没有 現在一個fashion的想法就是 很厲害的爸爸也很會照顧小孩子 現在這個很多的奶爸其實是越來越厲害 甚至有的奶爸就抱怨說 為什麼北捷裡面的育嬰室 是男生不能進去的咧 所以爸爸進去餵 不是 因為像有些育嬰室 爸爸還可以進去 像百貨公司的 爸爸還可以進去 比如說拿奶瓶餵他 那北捷是被人家說 為什麼男生止步 主要是說他裡面位子太小 那裡面是母親在餵母乳這樣子 可是為什麼男生也要去育嬰室 因為現在男生有很多帶小孩的啊 對啊 可是男生餵小孩 可能只在路邊餵就可以了 那要不餵 那我需要進去使用一些 你好專業喔 OK啦 腳本有寫 好啦 我們今天請來這一些 是聽得滿厲害的 有一些是真的 現在是用超級奶爸來的 好 首先第一位呢 就是我們的Julie姐 怎麼會超級奶爸 我不是奶爸耶 但是妳是很會帶小孩的 對 我是媽媽 妳今天是以專業 對 我今天是來檢視各位 她們今天夠不夠格 因為她一次可以洗六個小孩 很厲害 對 真的很強 拜託我洗小孩 是遠近馳名耶 你是天守觀音就真的 好 等一下跟我們聊一下 接下來第二位呢 是我們送一筆一筆的關係 帶小孩是一個過程 也是一個學習 像你這麼一個大男人 你居然願意帶小孩 可是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 孩子生出來的時候 是嚇一跳 猴子 不是 不是 因為我覺得 我跟我太太長大 我說我孩子臉好大 然後圓圓跟個餅一樣 然後皮膚很白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我不敢抱 那護士要給我抱 再來不要不要抱你 幫我抱就好了 不要抱是因為你覺得 他不是你的小孩嗎 還是什麼 不是我小孩抱抱 他是我小孩 但問題我還沒有準備好 那你太太懷孕十個月 你都沒準備 其實我一直到出生那一剎 當然我看到 我還覺得嚇一跳 抗住 我還是抗住 後來就叫旁邊的人 幫我抱一下 然後抱進去 所以還是經過一些心路歷程 才變成超級奶爸 對 慢慢跟他培養關係 跟感情 好 接下來這位厲害了 從浪子變奶爸的 Jason 歡迎 厲害 各位我們大家好 兩位主持人 今天我們是聊 未婚生子 沒有啦 你們聽到那麼久以前 真的 我覺得小孩子 剛開始的時候 我可以非常了解 一鳴哥所講的 因為我剛看到他 每一個小朋友說 哇 像你耶 哇 像老婆耶 怎麼不像 事實上根本就像 魔戒裡面那個咕嚕 因為剛說出來的時候 他皮膚還是有點臭臭的 然後有點 不大像 真的是有點像猴子的樣子 所以 他一天一天會教你 如何做一個好爸爸 是 一直到現在 每天都還是會幫他洗澡 所以你對於奶爸 這個名詞放在你身上 現在已經OK了 可以接受 不要叫我奶媽就好了 奶爸是可以接受啊 好酷喔 好 現在這一位呢 是我們的林群峰 歡迎他 你有在顧小孩嗎 我有在顧啊 我家的小孩 幾乎都是我在管教的 你在 你在教小孩管小孩 我只是 一些外表行為 讓人家看不出來 其實我是非常深教的 沒有 你每一次在我們節目 都是這樣講 大家都誤會我了 大家都看錯我了 其實我的 但沒有 大家都沒有看錯你 每天你可以帶我小孩子 我就要做什麼動作 他已經做 馬戲團 不是不是 就是 比如就要寫功課 就要做什麼 他已經馬上做 就是家教很好 就對了 所以因為我一個眼神 他可能就會害怕 對 身教非常嚴格 有重力喔 你今天要正經一點 不要在那邊講一些 有的沒有 我相信 不好意思 我們要從小開始講起 因為小孩子 其實長大是一個過程 小時候其實是最難照顧的 那Julie姐 你要不要先講講凡哥 凡哥在你心目當中 是超級奶爸嗎 還是最好不要管不要碰 就最好不要碰 你這麼嫌棄他喔 不是 我不是嫌棄他 就是說 你知道嗎 你看他帶小孩 你就會很害怕 就他把那個小孩 就當做一個那種無菌的 就是怎麼講 就是很寶貝的東西在帶 可是呢 有時候就 不OK耶 你不OK 媽媽看的就是覺得不OK啊 哪方面你會覺得有問題 就譬如說他洗澡 你就光說洗澡 餵奶這件事情 其實我老公是那種 非常非常就是說 沒有辦法接受 他成為一個爸爸這個事實 每個爸爸都一樣 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們當偶像當酒 都會這樣 對 你知道那個小孩生出來 還想說 沒錯 好 那你要不要問問一下 那個醫院 他可不可以幫他 就是說幫我們養多久 他說我付錢 讓他養久一點 我們再帶回家這樣 他是這樣 他有這樣講過 對 他有這樣講過 你知道嗎 我就很笨一點 我說人家都是想說 生完趕快把小孩帶回家 因為醫院有很多傳染病原 最好趕快帶回家 他說不 我覺得這麼小 帶回家很危險 他危險 還是小孩危險 他會不知道 不知所謂 他說我覺得我們還是 付錢給醫院 讓他到養大一點 再帶回家 所以最基本的 比方說小孩喝完奶 你要拍拍 他打嗝 他OK嗎 他OK啊 他是拍啊 可是沒什麼耐性 然後每次拍我就會想說 哪有這樣子拍到 那是吐 他說那不是打嗝 這樣拍一拍應該就好了 就放下去小孩就吐奶 對 所以我每一次就是說 請他幫我拍打嗝 我就覺得跟著算了 後來還是自己拍 因為他每次跟我講 有 有 真的 我剛剛有聽到 就我剛剛有聽到 他不曉得聽到 對 他可能就拍到手機 他說我真的有聽到 他放下去小孩就 嘖 他就這樣換 打嗝 你一定要打嗝 打嗝 你才把他放下去 你看這三個多專業 真的 我講說 沒有 你當爸爸就會啦 每個都是這樣過來 而且力道你會拿捏 有的時候太大力 你會看到他上一頓吃什麼 啊 好噁心耶 我跟奶而已 還要吃什麼啦 都是奶的吃雞腿飯 而且那個爸爸 而且那個爸爸最怕什麼 你知道 換尿片 對 那個緊鬆 你知道那個 不是有一個像魔鬼氈的東西嗎 他就這樣打開又黏 覺得太緊了 打開又黏鬆一點 打開又黏 就這樣換了三個尿片 那個尿片還沒有換上去 已經不黏了 你知道嗎 搞不好他都已經尿兩三次了 他都會換好 他就一直擔心說 我覺得這樣好像太緊 這樣好像太弄 這樣就好像不能動 所以每一次不是那個漏尿 不然就是那個 那個太緊的勒到 我覺得 算了 我自己來就好了 我自己來 謝謝你 所以這個一鳴哥 你應該也是過來人 對 其實以前的人真的很幸福 以前還有那個尿布 還用去除 還用去洗 現在是用完直接丟掉就好 對 尿藥布 我有一個經驗就是以前 我那個小朋友很小的時候 那每次都是 其實我太太就是 都是她在照顧 都唯一應該照顧 我就想說其實我們當先生 應該也要去服務一下 分擔一下 對 那我第一次換我記得很清楚 就是說他說 我說我要來換 他說你不行 我說沒關係你去忙 我來試看看 我就換 那我其實我看一直看 其實都沒有 沒有任何的排泄物啊 那我就跑到別人前面看 就服務一下你知道 噴得滿臉都是 那是大來小的 其實我一直以為 小孩子大便是條狀 或是塊狀 不是 他是喝奶的 他是像水蟹的 有一個名字叫什麼東西 我一下忘了 就像水一樣整個噴 會像噴出來一樣 真的就像那個尿一樣 噴得滿身滿臉都是 那 這叫黃金噴水池 你要找到 是 對 我還想說那是尿還是大便 可是我覺得不太像尿 然後一聞的確就是糞便 但是其實也還好 不會臭 你看起來很冷靜耶 不會臭嗎 不太臭 因為他只喝牛奶 而且我才發現 其實原來當了爸爸 你對孩子的愛真的不一樣 即便是糞便你就好高興 哇 這什麼 可以當保養品 少耶 沒有沒有 是那個媽媽會講說 等一下先不要擦我看一下 他今天顏色 這樣OK了 他今天喝的那個 濃度是對的 對 然後你就 你就會覺得說 其實雖然是 孩子的分辨 可是你第一次嘗試到那種感覺 其實也不錯 可是等你換完之後 你想 這怎麼 這不太好 我就趕快去把它洗掉幹嘛 後來太太回來就說 有沒有上廁所 我說有有有 我才知道原來小孩子的大便 其實並不是一塊塊 條狀 對 而是像 喝母奶是像水蟹狀 對我來講 是一個 新的嘗試跟訊息 而且你好像對於這種 屎尿屁的東西 都已經非常能夠接受了 要緣分 因為如果說小孩子 如果真的是 本來腸胃炎 忍不住了 然後你還是會親自幫他 處理一些事情 沒有這個是 這個是孩子比較大的 有一次孩子就是 他是因為那個 腸胃炎 那腸胃炎醫生就看了 止蟹劑 就吃完之後呢 就 好了 然後三四天不上廁所 那我就心裡小時候怎麼辦 後來呢 睡到半夜 他開始就哭鬧 那 我就把太太搖起來 太太就跟我說怎麼辦 我們說那要不要 因為小孩子就會買那個灌場的 幫他灌 我說沒關係 這種小時候我們都有經驗 就拿那個灌場幫他灌 就灌下去之後呢 因為時間很短 一下子就 他還是上不出來 就一直哭 那怎麼辦 我們就送到那個醫院去急診 那一進醫院 醫院的手續 先是驗血 驗尿 然後照X光片 X光片一照出來一看 全部都是大八變 都是糞便 堵到不能動 那護士就說 沒有關係 醫生就說 用一種灌場的東西 直接灌進去 然後護士來就說 這個灌場的東西呢 可能要 灌進去是要 維持 支持 就憋住就對了 那我就跟那個護士說 怎麼可能 十五分鐘 他說可以可以 你只要把他的屁股抓住 然後讓他忍住 一直跟他安撫他 怎麼樣怎麼樣 抓住他屁股 就是把他屁股 對 你要讓他就是 兩片這樣 對 把他夾住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哇賽 這一定很不好受吧 不好受啊 他也不好受 你也不好受啊 他從嘴巴做出來 你知道那個爸爸的心 然後那個灌進去之後 他就拿一個管子 然後一個 那個什麼 像食鹽水什麼 就這樣整個灌進去 還蠻多的 然後我就看我兒子這樣 我就說 等一下你忍住忍住 我就把他屁股這樣抓著 你知道嗎 我說爸爸這樣 我就說 你就聽爸的話 你要忍住 你忍住 我跟你吃冰淇淋 還要吃冰淇淋 就一直鼓勵他 結果他一直忍著 人到不到一分鐘 他說 爸爸我受不了了 你知道就這樣整個這樣 你知道嗎 可是你知道 在那一剎那 在你的手間這樣子 不是 我是因為我放手了嘛 我先放手 然後當然你真的直接反應就是 你一空手過去直接這樣 整個抓住你知道嗎 接住了 空手多白人 空手接黃金 接住你知道嗎 然後接住以後 然後你再 一下反應過來 然後全部人都在看他 可是你就趕快把那個 放在袋子裡面去 我跟你講這就是 爸爸對孩子的愛 好偉大 今天如果是我老婆 會幹嘛 算了你自己想辦法 對啊 可是你對孩子你就會想要去 那是反射的動作 就是趕快去幫他接住 對 說到洗澡這個階層 你可以幫我們示範一下 曾經 你還不會幫小孩洗澡的時候 你怎麼幫他洗 為了哄小孩 洗韓老爸唱兒歌 小朋友就真的大哭 我怎麼樣安慰 怎麼樣子抱他都沒有用 結果後來呢 還好有一個是巧虎 他才有辦法 情緒安定下來 以前我們出門哼的都是 50千啊 出門都聽巧虎了 看他魚大嘴巴 當心心瘋瘋瘋 好